大家好,我是艾迪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正在使用的这套胶片模拟 我觉得效果还是让我满意的 这套胶片模拟的效果主要是突出一个暖色调 无论是晴天还是像现在早晨,天气有点阴天 使用这套胶片模拟都能够让画面属于一个比较偏暖的色彩 我测试了一下还是挺好用的 无论是白天扫街还是晚上日落的时候 都是可以使用这套胶片模拟来拍摄的 咱们先来设置一下相机的参数 进入到这个菜单 我现在保存的是4比3格式L,Normal加RAW 这样可以有一般直出的来看一下效果 胶片模拟我使用的是Classic Chrome 可以看到它这个介绍写的是暗部色彩强烈 高光色彩如何,加强阴影的对比度,呈现比较平静的画面 实际上这也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这个照片看上去有一点胶片效果 所以它的对比不能太强烈 高光压下了一点,阴影的提上了一点 颗粒效果关闭 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在电脑后期的时候再加入这个颗粒效果 就算是直出的这张JPEG呢 我也不想让它有一个很明显的胶片颗粒的感觉 所以我通常呢不会打开这个设置 色彩效果呢选择的是强 虽然我发现它这个强弱 其实对我这个套设置来讲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我仍然希望我这个照片呢 它能够色彩稍微的浓重一点 所以在这呢我选择了强 彩色和蓝色我选择的是弱 光发皮肤呢我也拍的不是人像 所以我就把它关闭了 中台范围呢 虽然我选择是自动 但是我打算把它设置为200最高 地范围优先级为关闭 最关键的就是咱这白平衡 那如果您比较偏向于在柔一点 不是特别黄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阴天白平衡 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那就变得比较的偏绿偏蓝 然后呢我选择的是手动的色温 现在是6800 一会儿再具体情况看一下 这个数值要不要调啊 6800进来之后呢 我还加了一个白平衡的飘移 R-2 B-2 关于白平衡的教程啊 您可以看我之前发过的这个视频 就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到该如何设置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先选择一个手动的K值 然后在色调曲线里边呢 高光-2 阴影-0.5 色彩加4 4就是最高了 锐度-2 由于这台中化服 它的像素和精细度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我又不想让这个照片呢 拍出来有特别浓厚的数码的气息 所以我在这里边呢 选择了锐度-2 由于我这是一颗手动头 所以呢对焦和曝光 我全都选择的是手动模式 接下来就和我一起走上街头 看看这套胶片模拟的效果 在实际的拍摄当中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书店 我们一会儿在装修 去看看那个角度 照片地削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使用的是富士的50s2 加上康泰时的45mm f2.8的镜头 然后买了一个KF的转接环 把它转接到GF上面 外边我加了这样的一个滤镜 这个是卡瑟的Blackmagic黑魔法滤镜 在白天的时候 这个滤镜可以说是对画质和画面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当画面当中出现高光的时候 比如说太阳光的一个亮点 无论是反射在玻璃上 还是直接照相相机的时候 你看这个效果 它就会变得特别的明显了 如果不按这片滤镜的在高光的位置 特别是这种很明显的灯光或者是太阳光的时候 太阳光呢会有一点点那种星芒的感觉 如果是拍摄风光的话 我觉得星芒的感觉有的时候很好看 但是今天这个拍摄呢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胶片感 所以我认为这个滤镜是所有使用富士相机的小伙伴 绝对是推荐的一个挂机滤镜 白天又好使 有高光的时候 这个效果还特别的迷幻 有那种电影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 我现在呢就是用它挂机 它是一个磁吸的 我使用了一个转接环 因为这个滤镜它最小的口径呢就是67毫米了 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个49转67的转接环来安装它 没想到它装在这台相机上呢 画幅刚好 没有任何的暗角 我觉得实在是太完美了 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是一个手动对焦的镜头 用起来呢还是会有点累 但是为了这体积呢也就忍了 在白天光线比较刺眼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避免这种背光的环境来拍摄 看到整个的天空都处于高光提示 即使我拍一张呢天空也是很白的 效果并不好 天空太白不好看 就把这个画面呢稍微往下压一下 把天空给让出去 哎这画面得好看多了 现在太阳已经降到比较低了 所以光线相对来讲非常的柔和 它这个胶片模拟的效果呢 在顺光的时候呢 就看起来有点黄 但是我觉得无所谓 还行 谢谢 所以与其去买一台全新的XC百V 不如把自己手上的这个设备呢 给它利用起来 它的体积刚刚好 随身带着呢 这么拿着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重 体积也不会特别的大 放在这样一个包里边呢 就可以带着满街走了 感觉特别的好 所以呢快乐又回来了 可以在已经离尽了 ��这个线 你来拍照 这装三普支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丽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